在這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他說我想組織一個有很多人參加的活動 就是要出去玩幾天 作為組織者我需不需要專門為這幾天的遊玩買保險 那麼有沒有這種賣幾天的保險 以防在活動的時候有人出現狀況 健康損失或者是財產損失 這樣的話會有一個保障 我們趕快我們請這個複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室 也會您小姐在那幫忙回答一下 Hello 組織一群人出去玩要買什麼樣的保險 如果這個主辦單位你不是一個旅行社 但你還帶著一群人出去玩的話 那你一定要買一個辦活動的這個活動保險 這活動保險保什麼呢 跟你出去玩的這些人萬一一次不管玩什麼了 你是打籃球你是去游泳還是說你是觀光旅遊了 一起去圖書館看書了 還是說你特別組織什麼樣的一個週末的一個活動 這個都一定要買一個這個活動保險 所以所有人如果在這個玩的過程中有任何的受傷跌倒 有任何的這個意外來找主辦單位的時候 主辦單位才能夠用這個活動責任 來對別人負責任來做一個賠償那他說的玩不知道是有到什麼地方去玩 如果是旅行團出國去玩了又或者是跨州到很遠的地方去玩了 那建議大家在這段時間應該要買旅遊保險因為你到很遠的地方去玩嘛 那現在有疫情很多人可能在上飛機之前突然發現自己被撤出來是陽性的 就是COVID的這個飛點的這個陽性 那你上不了飛機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用這個旅遊平安保險來幫自己把這個 突然之間把旅遊的飛機取消的這個部分要把它補回來給你 又或者是你在別的國家玩玩得很高興結果在上飛機之前被驗出來 哦是有感染到的然後也是呈現就Positive不能再坐飛機的 那你必須在當地做隔離隔離完畢以後才回來 又或者是不止隔離哦你是生病了很嚴重了必須在其他國家 啊在做這種特別治療的話那你就必須要用旅遊平安保險來做賠償哦 那平常很多人是說哎呦我又不擔心說我身體很健康 我不擔心說在海外會生病哦 但你出去旅遊難免會有一些意外嘛 那意外的感染現在這個新冠病毒也是常常發生的 那旅遊平安保險還保守啊 包括你的這個包包被人家偷了啊 行李都找不到啊護照啊 錢財啊都被人家搶了啊 那出去玩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你的旅遊平安保險也可以賠償在裡面 所以如果是主辦單位的話應該要買一個活動保險 如果你帶人家出去玩而且你自己不是旅行社 務必要買一個活動保險 那如果去參加去玩的人 你這趟的玩法是玩到國外去了 那你就必須要買一個旅遊平安保險 這樣大家都安心對自己也負責任 可以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不管財務損失又或者是突然啊出去玩的時候染染病了 然後有什麼意外了旅遊平安保險都能夠保護大家 嗯好的非常感謝附達商業保險的 保險規劃師也會您小姐的解答 好謝謝您